在曼彻斯特 有一座并不坐落于曼彻斯特大学南北校区 却属于曼大的神秘图书馆 它就是John Rylance Library John Rylance Library 位于曼彻斯特的市中心Dinsgate 维多利亚晚期新哥特式建筑的外观 内部高耸的拱形天花板和森林般的石柱 都让人们将它与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兹魔法学校联系起来 该图书馆作为曼彻斯特大学四大图书馆之一 是棉坊大亨的妻子Erika Rylance 为纪念过世的丈夫John Rylance所见 于1900年向公众开放 在1994年被列为英国一级保护建筑 并由曼彻斯特大学维护 其馆藏十分丰富 John Rylance图书馆 拥有包含140万件物品的目录和大量精选书籍 其中还包含了许多特别收藏 不仅有大量的宗教 艺术 文化科学书籍 还存放着许多古籍真本 此外John Rylance图书馆也是曼彻斯特第一批完全使用电灯的建筑 可谓是1900年的奇迹 在John Rylance图书馆的大厅和阅览室 柔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窗 与室内的暖色电灯 一同为阅读者提供了宁静且优雅的学习氛围 端上一杯咖啡 坐在John Rylance Library的长廊里 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毫不惬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